疫情新聞 日常在逃亡的新屋 來發生到違憲大會 就像蕭鴻林館來順執 加上台北市現在很積極在處理違憲的問題 所以中華管政府也在這次的 管議會 定議會來提出 對家 拼圖違憲的議選 當時也會用到中央的發言 只要是違憲拼圖的費用 都是違憲給自己的負擔 不過這兩個議案 全部去給議會的身材收拾 回憲問題一直是很多民意代表 無管意懵到的議題 管副建設處為了公共安全 是來提出一千萬的對家議選 孤連也是去給議員 拼下來 去年就要 去年要百十萬 去年 去年要百五萬 百十萬就開到春了 百五萬就還不開了 你現在還要再加一千萬 那剛才一千那一千 我看你是議員 我留在十五萬 在這裡我本身經濟 我三九百萬就出現 你留這百萬的意思是 你對消防 應用到蓋條這麼多 除了拼圖費用向台條議官 為了公平正義 建設處也提出拼圖費用 要由維建後自己負擔的提案 為了讓這個制度更符合社會的公平正義 所以我們希望定定這個制度條例 讓拆除違章的這個費用 可以跟違章的所有權利的授取 希望有非常人 投資 這投資 上官的資源 公仔散 這塊 我沒有 因為議官領域 拼圖違章 相關佩特措施 一定要做好 若沒有會變作 民眾 保障兼計 保護的工具 到時候一定會民善了 這樣就是定義各自 大家沒意見 大家喜歡的新聞 我是梁中華 彩虹博德